香港曾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旅游都市 尖沙嘴星光大道 望角女人街 金子金广场 山顶缆车 曾吸引无数人争相前来观光 旅游业是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但自从6月开始的修例风波 激进示威者不断实施暴力行为 社会混乱 香港旅游业遗落千丈 据统计 8月份内地访港团急跌7成 全港27万旅游业从业者的生计遭受严重打击 许多人手停口停 任职导游19年的单身母亲邓女士 就是受害者之一 从6月12日到8月23日 我是没有接过团 其实这个情况不是我一个 是很多同事都是这样 很多同行都是这样的 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邓女士表示 香港的导游没有底薪 只靠佣金生活 如今所有导游都很焦虑 每年7月至8月 本应是香港的旅游旺季 邓女士记得 往年同期工作档期早已排满 月薪可达三万港元 而如今零收入的她需要 赡养母亲 抚养儿子 目前只能依靠积蓄和套现早年的投资产品度 她也曾经试着再找工作 无奈如今香港许多行业都受到冲击 靠零经验找其他工作基本不可能 我在内都有找其他什么兼职来做 想着维持回生活 但是现在这样 很多零售都要裁员了 酒店又放无薪假了 其实很多讲的是 基本上好像白热萧条那样 人家裁员了 你还想去找工 邓女士说 现在已知到九月份也不会开工 为了节省开支 以前买菜不会在意价格的她 现在会挑菜市场快要收市的时段去买菜 又会比较附近多家店铺才买菜 以达到她每顿饭十港元的目标 从而度过这个零收入寒冬 邓女士一度哽咽地表示 觉得很对不起儿子 她一说早前有朋友来家做客 儿子不停夹牛肉放进碗里 她当场责备儿子没礼貌 但回头细想 原来也很久没有买过牛肉做菜 只买得起冷冻猪肉块 儿子暑假去内地的交流活动也被迫停止 邓女士眼泛泪光地说 幸好儿子懂事 明白妈妈的难处 一直没有跟她抱怨太多 邓女士表示 自己的遭遇只是全港约六千名导游中的冰山一角 在买菜途中邓女士遇到了旅游巴士司机夏先生 她最近也处于失业状态 对此非常无奈和愤怒 邓女士称 这场暴力风波比香港非典疫情更恐怖 因为城市的声誉一旦被破坏 重建并相当难 我出到旺角 我见旺角的人流还比沙士 我觉得这场运动 比沙士的瘟疫更加恐怖 沙士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看到前景 沙士停了 当时香港形象是在的 我们也看到前景是可以接断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 香港形象被他们选委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前景 还有没有这个行业的前景是看不到的 被他们破坏了 你没有说游客来香港旅行 你香港人出街都不敢出 都不知道今天去哪里 明天去哪里 香港自己本地人都 下街都害怕 你没有说叫外地不认识香港的人 不了解香港人来到香港会怎么样 他们有什么心情 邓女士称 他现在很难看到香港旅游业的前景 只觉得前路茫茫 对未来十分无望 之前在给游客介绍中 最引以为傲的香港法治的优势 已经成为不能提及的话题 以前我们带团说香港的法治 我们是引以为傲的 是说到很骄傲的 但现在我们可能知道团不敢说这件事 会避开 因为现在香港的法治 好像被暴力凌嫁了 如果这样我们还哪敢跟游客在炫耀香港的法治 你没有见到穿黑衣戴口罩 可以跳过港铁 可以不用买票跳出跳入的吗 你没有见过冲击立法会 打烂立法会 去战领立法会 喷黑立法会的 难道我们跟客人介绍一样东西吗 邓女士一家人如今都不敢打开电视机 每每看到黑衣人暴力冲击的画面 心中便一阵疼痛 邓女士说 她的愿望只是抚养儿子长大成人 供养母亲安享晚年 她以自私来形容示威者的行径 并反胃示威者 我现实的诉求 是草根市民能够生存下去 你们听到了吗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